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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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老太婆 這裡是應徵秘書的地方 你來幹嘛 找你兒子喔 哎呀 年輕人 沒大沒小的 我大概是在這邊找工作的啦 找工作 你看看你 腰桿子都挺不直了 還在找工作 你喔 還是去拾荒吧 耶 年輕人這麼沒有禮貌 等一下 我得到工作就可可是死 我就去拾荒喔 這個 請問哪一位是施小姐 施小姐 這邊請 這是我們會長 會長好 李立 李立啦 沒聽過 就一張紙上面表個很多的那一個啦 哎呦 這是什麼工作經驗啊 在夜市賣漢堡 還當過公主喔 你怎麼可以找這種人來啊 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會長 我錯了 我是想說她說她當過公主 可能還有幾分姿色 沒想到 這個我來面試就好 您先休息 施小姐 是說你 有什麼特長嗎 我嗎 我腿 我 特長 這什麼東西啊 哎呀呀 您喜怒 您喜怒 喜怒 我來處理 施小姐 我們這邊先休息 等一下有結果 再通知你 蛤 要通知我嗎 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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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先生嘛 是 這邊請 這是我們會長 會長 您好 這是我的履歷 唉唷 年輕人 還蠻懂規矩的嘛 留英 留髮留名 留日留德 所以英文 法文 日文 德文 你都懂吧 是 是 略懂 略懂 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那 22K 沒有年中 沒有年假 你可以接受嗎 會長 您對我 真是太好了 我一定很好幹的 小問題 小問題 恭喜您 您錄起了 明天就可以來上班了 哼 就我跟你說吧 等我面試完 你喔 就準備去拾荒吧 哈哈哈哈 這樣會長 剛剛那位施小姐 啊啊啊啊 好 我懂我懂 我處理 施小姐媽 欸 不好意思喔 我們 公司可能 沒有這個榮幸 能請你 為我們工作 掰掰 等一下 我真的很可憐 拜託你嘛 不好意思 可是我還是覺得 你實荒 比較適合 喔 拜託你 再給我一次機會啦 唉 你不要擄我啦 你有本事 去找會長講啊 欸 不是不是 我剛會笑的 會長 喔 會長拜託你啦 喔 會長 好 唉呀 剛剛 會長 劇點我 什麼 妳說 會長劇點你 剛剛 我在路上 撿到這朵白玫瑰 就不禁讓我想起 以前的你 是多麼的善良 多麼的純潔 你在那邊 過得還好嗎 當年 我們這群朋友 就這樣拋下了你 你一定覺得很孤單 很寂寞對吧 趙寧 對不起 我不應該放開你的手的 真的很對不起 不過 沒關係 我們 還是可以永遠當好朋友啊 我們 還是可以永遠在一起的 小寧 來吃早餐囉 小寧來吃早餐囉 好 來了 妹妹啊 你拿那麼多玫瑰花 是要做什麼的啊 這個啊 這個是我等一下要帶去學校 送給我的新朋友的啊 新朋友 才剛轉學你就交了新朋友 難道有哥哥還不夠嗎 哎呀 就算交了新朋友 還是最喜歡哥哥啦 可是不管怎樣 交朋友還是要小心啊 你知道哥最關心你了 哥真的很怕你會交到壞朋友耶 哥 你擔心太多了啦 我的朋友 人都很好 你不用想那麼多 你啊 就是太容易相信別人了 這世界上 只有哥才可以相信 知道嗎 嗯 我知道了 喔對了 其實 我有準備東西 要送給哥哥啊 送給我 對啊 就是這朵黑玫瑰 它代表溫柔 真心 我知道啊 如果我真的交到了壞朋友 哥哥也會保護我的 那還用說 保護你是我的責任啊 在我的心中 你就像一位鐵石 我以這朵黑玫瑰發誓 我一定會永遠守護在你身邊的 哥 你說的是真的嗎 那當然囉 妹妹啊 假如有人敢欺負你的話 你告訴哥 哥哥我一定不會放弄他們的 哥 我就知道你最愛我了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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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我愛你 媽媽 我跟你說 今天 我準備了三朵玫瑰花 要送給我的朋友啊 我還記得 你在故事之前 親手做了這朵白玫瑰給我 你說 白色的玫瑰花代表著純潔 你希望 我可以成為一個 像天使那麼純潔 那麼善良的人 我一定會做到的 所以 媽媽 請你一定要在天堂 守護著我 文綺 王恆 玉文 早安啊 小明早安 早安 我今天 有準備東西 要送給你們呢 真的嗎 對啊 就是這個 你們看 哇 哇 玫瑰耶 這麼多玫瑰 要拿來做什麼的啊 這個是我們友情的信物啊 我們要做永遠的好朋友喔 媽媽跟我說啊 不同顏色的玫瑰花 都有不同的含義耶 真的嗎 那這朵紫玫瑰呢 紫色的玫瑰代表永恆的真愛 紅色的玫瑰花代表熱戀中的愛情 那我的呢 黃色的玫瑰代表尊重和祝福 而且啊 媽媽還告訴我 對著玫瑰花許願 願望就會實現耶 所以我們趕快來洗個願吧 哈哈哈哈 我希望 我的愛情運勢 就能夠像這朵紅玫瑰一樣 一片火紅 我希望 溫氣 雖然 沒有熱戀中的愛 至少 我對你的愛 是永恆的 我希望 你能夠 得到幸福 我願意 在一旁 默默的 守護著你 貓花 比起愛情,我更想珍惜我們的友情 我希望我們四個能夠永遠在一起 我們不是還有一個朋友嗎? 要不要也送一朵玫瑰給他啊? 呃,你是說魚君嗎? 呃,魚君喔 呃,可是我沒有準備他的份啊 而且自從我轉學之後 你們好像沒有在一起玩了啊 對啊,況且,魚君的個性本來就跟我們不合啊 還是我們四個在一起玩就好了吧 嗯,你這麼說好像也有道理耶 呃,又上課了 自從那個女的轉過來之後 我的朋友就再也不理我 還交換什麼友情的信物咧 那種紙糊的玫瑰啊 只要這樣 就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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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我們的友情 真的這麼脆弱嗎 我一定要想辦法讓他們在乎我 雷君 你這個賤女人 你今天又搶走誰的朋友啦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在裝什麼傻啊 我的朋友不就是被你給搶走的嗎 那種事情怎麼可以說是我的錯啊 不是你的錯 你知道他們對我來說有多重要嗎 可是他們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朋友啊 你根本就不明白 只從我不想聽 我也不想要跟你講下去了 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你讓他 你等一下 那個女的 我一定要 把我的朋友給搶回來 對了 乾脆我去把他的信物給搶過來 這樣他們三個又都是我的朋友了 要是 他們還是不要我這個朋友的話 我就 我就要 你還是走到這一天 嗨 今天 就要畢業了 我們之後 該不會就 失去聯絡了吧 才沒這回事呢 我們以後 一定會繼續聯絡的 對吧 當然啊 我們有友情的信物 要做一輩子的好朋友 我的玫瑰花不見了 怎麼會這樣 我幫你找 我剛剛明明就還帶在身上呢 奇怪到底放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是什麼啊 要玫瑰的話 到頂樓找我 余君 原來 原來是他把我的玫瑰拿走啊 那我們現在 到底要怎麼辦才好啊 可是 再過不久 就是畢業典禮了 我沒有時間去找余君啊 對啊 對啊 還是等畢業典禮完再上去找他吧 可是 那朵玫瑰 是我母親過世之前送給我的啊 不行 我現在就要去把他給拿回來 欸 欸 他一個人去不太好吧 我們再上去看看啦 走 走 走 一個終於來啦 余君 你怎麼可以做錯 那麼惡多的事情 趕快把我的玫瑰還給我 為什麼 你不願把我的朋友 給搶走了嗎 小哥 余君 我求求你 請你把我的玫瑰花還給我好不好 我真的不能夠失去他啊 文婧 現在什麼情況 你 你快點阻止余君啊 余君 你到底在做什麼 你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 我就 余君不要做傻事啊 余君 你快點下來啊 我們五個也可以當好朋友的 誰要跟這女人做朋友啊 你們都被虛偽女人 給騙了啊 你還說什麼鬼話啊 她不過是利用這朵玫瑰 欺騙你們的感情 余君 你怎麼會說出這樣子的話來呢 你們真的覺得我是這樣子的女生嗎 當然不是啊 少林長得這麼漂亮 而且還有一顆善良的心 對啊 哪像某人啊 想法 這麼天驚 既然 這東西對你 這麼重要 那麼 我就把它 趕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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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丟下去 你說 現在是要把錯關在我身上 要不是你們突然鬆開手 他也不會掉下去 你無所 是你會殺他的 都是我的錯 Sony 我不該放開你的手的 對不起 不對 這不是你的錯 這只是一場意外 我們一定要保守這個秘密 作詞 妹妹 妹妹你醒醒啊 不 這不是真的 這一定不是真的 不是說好 要讓我保護你一輩子的嗎 你怎麼可以 可以就這樣離開我 不 一定是你再去壞朋友害你的對不對 Sony 沒關係 哥哥會害你一起找出兇手的 我一定要報仇 Sony 我怎麼不知道過去的事情了 難道 他真的會纏住我一輩子嗎 好 各位同學 今天呢 是我們變態心理學開課的第一天 那麼回來修我這張課的呢 只有兩種人 一種是自己本身是變態 另外一種就是身旁的人都是變態 對啦 那麼先講一下吧 我們這個學期啊 有一個很重要的期末分組報告 兩三 不過四個人一組也可以啦 分好組的呢 就到我身邊登記 開始分組吧 好啊 我們一組喔 當然好啊 玉文 那個女生好像是文綺耶 這麼久沒有見面了 那要不要跟她一組啊 好啊 好久不見啊 你要不要跟我們一組啊 怎麼是你們 請問你們有缺人嗎 呃 好啊 反正四個人也可以嘛 同學 你 所以你要不要同一組 可能 可是專門她是朋友的嘛 不要理他 這個人 專門造謠生事 我造謠 看你那麼心安理的樣子 想必 當初的意外 你們都忘了是吧 李玉君 你夠了 意外 什麼意外 不就是有人鬆開了手 有人就掉下去了嗎 你 你還敢說 當初要不是你把少爺的玫瑰給 玫瑰 我 只不過拿走一點玫瑰 最柔的是 餵我囉 你夠命 不要你再瘋著 夠了 不要再說了 少爺的手是我放開的 是我 為什麼我是個要再次的相遇 不 這一定是夢 這一定是夢 文綺 瘋子 誰瘋了 還不曉得呢 欸 學弟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為什麼 呃 不然 我們慢慢走 慢慢聊好了 有什麼事 都可以跟學姐說 唉 拆開學弟一天 就搞成這個樣子 看來這個學棋 欸學弟 你今天約我出來 有什麼事啊 學姐 你知道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是什麼嗎 是 生 與死嗎 其實 是我最愛的人 就在我眼前 但那個人卻一點都不知道我喜歡他 你可以直接去告訴他呀 但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他 放心 對自己有信心一點嘛 欸 我知道 女生都很喜歡收到小禮物的 不然 我去陪你挑個禮物怎麼樣 真的可以嗎 當然啊 拜拜 來 文綺 其實 今天找你出來 是有話想對你說 那 你想要跟我說什麼 我想說 其實我喜歡你很久了 我們在一起吧 這 但是 我想要遵守小時候的約定 比起愛情 我更珍惜的是我們的友情 抱歉了 不要走 你幹什麼 對不起 你 你 你是不是還忘記不掉過去的事啊 我拜託你長大一點 清醒一點啊 少年死 不是你造成的 為什麼你要是手要過去的認定 夠啊我不想聽我不想聽 這些年來 我一直忘記不了那場意外 少年是我害死的啊 是我 我 我不知道 原因都在意過去的事 但是 就讓我陪著你 走出這段陰影 不然有點痛苦好嗎 真的可以嗎 我已經在你身邊守護著你的 相信我 生氣 欸 學弟 你今天找我出來 又有什麼事啊 學姐 我真的好愛一個人 我希望他能夠幸福 但是 為什麼那個能夠給他幸福的人 不是我呢 學弟 你知道羅蘭之歌嗎 那是什麼 羅蘭之歌 是法蘭西十一世紀的史詩 主角羅蘭侯爵 是查理曼大帝做下第一騎士 當時 所有騎士所信奉的第一信條 就是 守護你所愛的人 並且永不背叛 其實主張 往往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所愛的人 所以 如果你不能擁有他 就默默守護他吧 當他的羅蘭 當他的騎士 為他 解決一切的困難 我相信 總有一天 他的心 就會成為你的勳章 他將親手 為你別在肩上 那 結果呢 不過 時間有點晚了 我可能要先走喔 羅蘭之歌的結局 我下次再告訴你好了 拜拜 原來 從我拿到這種玫瑰開始 就已經注定了 文綺 我是給你的騎士 我會守護你的幸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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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教授教授 關於你上次上課提的那個PTSD啊 有一些地方我還不太懂耶 可不可以麻煩你再說一次啊 唉 拿著 哎呀 PTSD嘛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就是在講一個人啊 在經歷過重大創傷 比方說 戰爭啦 死亡啦 天災之後呢 人的腦袋就會變得怪怪的 總之啊 就是一種心理疾病啦 那 這種心理疾病的患者 會有什麼樣的症狀呢 這個 這應該要算是 倖存者的罪惡感吧 患者會逃避和災害相關的人 事物 會選擇性忘記和創傷相關的記憶 就像你們在考試的時候 會選擇性忘記我上課講的重點 一樣 患者啊 還會對外在的情感感到麻木 總之啊 在這種內疚的心情 在這麼大的壓力下 人的腦袋還會是正常的嗎 一堆奇奇怪怪的精神疾病 全部都跑出來了 唉 甚至於啊 會想要 去死一死算 我了解了 教授 謝謝 好 趕快去上課吧 唉 好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翻到課本了 第四百 一十頁 好 那我們今天來講這 有關於精神疾病的部分 好了 這部分呢 其實就包含了一些 我們常見到的心理疾病啊 像憂鬱症啦 躁鬱症啦 強迫症的人之類的 至於這些疾病發生的原因吧 你是躲一層教授嗎 呃 是的 我是 你誰啊 找我有什麼事嗎 我是台北DN書的檢察官 我想跟你借一步說話 呃 好 好 呃 是這樣的 今天早上呢 李雲鈞同學被發現城市在柏亞中庭 那麼這兩位同學呢 在開學當天 跟死者有一些爭吵 那麼這一位 就是李雲鈞同學 齊摩根組的住員 那麼 接下來就交給你了 我 先回去上課 請說明一下你們開學當天爭吵的情況 那天 那天那個瘋子不知道那邊發什麼瘋 我們幾個人 不想理他 就先走了 呃 我們在現場發現了一朵白玫瑰 你們知道讓我們跟著我 知道讓我們跟著我玫瑰有關的事情嗎 玫瑰 為什麼會有玫瑰呢 什麼玫瑰 我 我不知道 那你們最後一次見到李雲鈞 是什麼時候的事 呃 我 我忘記了 那你呢 呃 是 昨天晚上 你們當時在哪 你們在柏亞大樓 你那時候在做什麼 我們在討論報告啊 他 有任何異常的地方嗎 他 接到一通電話 就匆匆忙忙的走掉了 你還沒有發現其他疑點 呃 好像有人在跟著他 不過 我不是很清楚了 其實 我們在頂樓發現了兩件可疑的物品 第一 第一 是女性的長跑 第二 是男性的直角 我們認為 凶手至少有兩個人 因為你們都有涉案的嫌疑 所以我想請你們說 我會先去做筆錄 然後這一題的話就 不好意思 我幫你擦一擦 啊 啊 學姐沒有關係啊 我 嗯 我去 我想一下喔 我去換一件衣服好了 你幫我布一下東西 我馬上就回來 哦好 真不好意思耶 為什麼 為什麼余君的屍體旁邊會有玫瑰呢 而且 還有頭髮跟指甲 該不會 不行 我要打電話給你玫瑰 啊 走走 玫瑰哥 欸 是文器耶 喂 玫瑰 為什麼余君的屍體旁邊會有那些東西呢 怎麼辦 我好害怕喔 喂 玫瑰 喂 文器啊 我是學姐喔 玫瑰 她不在耶 學姐 怎麼是你 玫瑰呢 你叫她聽電話啊 她 應該衣服快穿好了吧 你等一下 穿衣服 你們該幹什麼 玫瑰真的太過分了 不是說好一陣陪送我的嗎 難道這一切只是謊言 到底還有誰可以幫我分淡過去的罪了呢 文器 不要哭 有我在啊 我要狠 為什麼 倒手的幸福 就這樣流走了呢 嗯 不要傷心 有什麼問題 我一定可以幫你解決的 真的嗎 真的嗎 那真是太好了 你可以幫我一個忙 當然可以 你可以幫我挽回玉文的心嗎 這 玉文 她真的這麼好嗎 難道我不能給你幸福嗎 這 我 我不知道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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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我幫你我回玉文呢 她不可能給你幸福的 不對 我是你的騎士 騎士主張 都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所愛的人 知道了 一切問題 都可以解決的 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的 你可終於來了 知道了什麼事情啊 其實 我是想跟你談談 有關文器的事 文器 文器她 怎麼了嗎 你知道嗎 我從國中的時候 就一直愛著文器 但 那時候 我知道你也喜歡她 所以 我一直在她背後 默默地守護著 可是 國中畢業以後 我以為我們再也不會見面了 沒想到 命運就是這麼神奇 我們竟然又泡面了 從那時候 我就決定 採取行動 給她幸福 但是 她就睜眼都沒有吵過我 你知道那是什麼感覺嗎 欸 黃漢 黃漢 我 我不知道原來你也這麼希望文器 所以答應我好嗎 一定要給文器幸福 我答應你 照顧文器 讓文器幸福 是違背者的責任 你覺得太好了 好 啊 啊 我吞 為什麼 這一刀 是為了你搶了我的文器 這一刀 是為了你 辜負了文器 對你的依賴 啊 現在 你死了 文器 永遠是我的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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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不要我了呢 你不是要一直陪著我的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對我 我 我 努力的養著臉孔 試著讓眼淚不滑流 文器 我剛剛進過水月湖 我看到我又會被殺了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過來 啊 啊 不 許也是在開玩笑的吧 這怎麼可能是真的呢 我 還是打電話給郁文好了 郁文他 郁文他該不會真的 我 我要去找他 我 郁文 郁文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你不要嚇我 玫瑰 怎麼又是玫瑰 難道 宋靈他真的回來復仇了嗎 不 學姐說 他有看到殺掉郁文的兇手 可是 可是 該不會連學姐他也被殺了吧 郁文 你怎麼可以再拋下我呢 你怎麼可以再拋下我呢 你不是說好一直陪著我的嗎 到底 還有誰可以幫我分擔過去的痛苦 我不要一個人啊 對了 還有王恆啊 我和他一定會一直陪著我的 一定會一直陪著我的 感謝你 感謝你 在我擔心害怕的時候 靜靜地安慰我 我知道 一直以來 都是你在背後 默默地守護著我 送給你 你最喜歡吃的巧克力 文起 對 我一定會一直陪著你的 這 這 是文起的愛 你永遠是我 我的最愛 不管愛你有多難 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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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王恆 什麼 為什麼 王恆 汪恒 不 該不會 該不會連汪恒他也 我趕快去找他 王恒 王恒你醒醒啊 王恒 王恒 不 我怎麼連你也死了 我什麼人都不要我了 不 這一定不是真的 玫瑰 又是玫瑰 難道真的是少林嗎 世界上存在的態度虛假 每件事情都有黑暗面 天使般白的純潔 卻同時象徵天真幼稚的想法 紫色般永恒的愛情 卻埋藏著虛無的幻想 即使是熱戀中的好 枯萎後誰會記得那鮮豔的火 而代表真摯友情的花 是忽略愛情上的嫉妒象徵 黑是溫柔真心 卻也代表著為情感而生的惡魔 你還記得過去的信物嗎 佩戴友情的黃玫瑰 你應該沒有忘記我這個朋友吧 我現在就在深刻館頂樓等你 少林 少林 原來真的是你 原來你一直都在 宇君死了 玉文死了 學姐死了 現在 王涵也死了 你一定是要我們過去陪你對不對 少林 你等我 我現在就去找你 我們 又可以永遠在一起了 ASH 我正在 來找你 學姐 怎麼是你 我是從地獄深淵 爬起來 找你的啊 你不是已經被 誰被殺了 還不知道 我只不過是打了通電話 發出聲慘叫 你就真以為我死了 那 你說 你有看到殺到玉文的兇手 是真的嗎 你說王衡啊 又虧他幫我解決了玉文 讓我省了不少功夫 騎士就是騎士 永遠不可能變成王子的 你在說什麼 我聽不懂 他也真可悲 到死還不知道羅蘭之歌的結局 羅蘭侯爵 最後是死在他最愛的女人的刀下 你應該已經看到王衡的屍體了吧 我只不過是以你的名義 寫了封信 給了他點小禮物 他就高高興興地把毒給吃下去了 不 既然是你 該不會 該不會宇君也是你殺的吧 沒想到 你也不笨嘛 宇君的話嘛 就比較麻煩了 害我還斷了根指甲 他才讓他掉下去 你究竟是誰 你不是要想對我們 你應該還沒忘記少寧的死吧 少寧 你怎麼知道當年那小事情 你究竟是誰 我 是少寧 也不是少寧 我 是為少寧而生的惡魔 少寧死後 我從他殘破的身體 找出仍然完整的器官 頭髮和皮膚 移植到我自己身上 從此 我就重生了 為了復仇而生 少寧 你的頭髮 真的好美喔 你的皮膚 是多麼完美無瑕 少寧 現在 你的一部分 就在哥哥的身上喔 哥哥 一定會永遠守護你的 少寧 對不起 我不應該放開眼熟的 對不起 聽 少寧 就在下面等你喔 王衡和玉文 也都在呢 滾起來嘛 我們一起來玩啦 再不快來 我們就要先走囉 等一下嘛 我馬上就過去 我們四個是永遠的好朋友喔 現在 就是差點了 你們四個 終於可以永遠在一起了 大家 等我 我 我現在 就去找你們 當年 還有你 抓住少寧的手 現在 可沒有人會抓住你囉 我 我也沒找到 我 我 好 我 不 沒看到 快 你 可 讓你 招待 落過流浪街頭的公主 終究淪落成了賣火柴的小女 啊不是不是 是賣火柴的老太婆 火柴 火柴 這裡有可以實現任何願望的火柴 年輕人買一支 哎呀現在大家都要打火機 誰還用火柴啦 通通不許動 我已經放了這麼久的無薪假 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要炸死你全家 哈哈哈哈 嘿有人要拍瓦斯自殺 快點快點報警啊 哎不是啦 喂是警察嗎 這裡有人要 這裡有人要 什麼啊 你說啊 有人要自殺 她 又有 idad 各位先生 別人道 放下你手裡的瓦斯桃 你你你 你在惡心的女警 放下你的槍 不然我炸自己的槍 好好好 我放下 你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你要碰我啊 不要那麼衝動 來 這裡有可以實現燈頭願望的猴菜 送給你 實現任何願望 那我只希望我的人生可以休息個十分鐘 喔 是中場休息耶